哈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4年6月7号 今天我们来批一个真实的八字案例 这个八字案例得到当事人的允许 给我来做这个视频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妈妈 她来见我 她的问题是她的儿子 今年差不多都40多岁了 但是呢 可以讲说是无恶不作 就是又吸毒 然后呢 不务正业 然后又偷东西 而且还在警察局呢 有超过15条的这个案底 然后她希望从她的儿子的八字里面呢 找出问题的所在 然后她就来找我 那么当我看了她的八字的时候呢 我就吓了一跳 再三确定过后呢 我就跟她讲说 其实她孩子的八字是非常漂亮的 孩子的本命八字呢 十三身材 比肩生十三身材 第一只呢 金生水生木 也是十三身材 财生宽 其实这个八字呢 是非常漂亮的 我说 没问题啊 大运来看 21岁的大运 土金水 地支四身河 水生木 OK 31岁的大运 土金水 地支 金水木火 也是很漂亮 道道经这个大运 归位 土金水 也是很漂亮 地支呢 金水木 刻土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她讲说 你儿子的八字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呢 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人 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呢 她 有专业技能 她讲话厉害 而且呢 她的财运也是很好 财运好 有两个方面 第一说 就是她有能力赚钱 可以做生意 而且呢 她的姻缘 也非常的不错的 很多女孩子 喜欢她的 然后她的妈妈就说 对 讲的完全 完全是 但是呢 她就是走错路 她去做那些 投机摸口的东西 然后她的妈妈讲 非常非常的 伤心 然后我跟她讲 没有办法 因为 人的八字 漂亮 也不代表说 她一定会走正路 因为要记得 人 是活在 社会 这个社会呢 有很多五花八门 有很多 不同的人 都在一个社会里面生活 如果你的孩子 他参到那些 不好的人 不法分子 那么他就会被 带去 做一些 伤天害理 或者是犯法的事情 所以 这个视频 要讲的就是说 孩子在小的时候 或者在更小的时候 父母亲呢 真的真的 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然后呢 教他们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不可以让他们 去做犯法 的东西 现在他40多岁了 你要去 教他 我觉得 很难的 是很难了的 只能做一个东西 就是你找他 跟他好好谈 希望 通过你的母亲的 这个母爱 让他 改变 而且呢 他自己 还有一个孙 你能够和 你和你的孙 两个人 能够 把他劝回来 因为 他已经是 惯犯了了 他进出 进出 那个警察局 进出 这个监牢呢 已经是 习以为常了的 这个没有办法 只 只能够用母爱 还有 儿子的爱呢 去感化回他 因为他的八字 是没有问题 只是 他 参错人 或者是呢 他跟不对的人 在一起 给不对的人 带坏 所以 希望大家就是说 有孩子的 父母亲呢 真的 要教好孩子 不然 这么漂亮的八字 真的是 非常的可惜 这种呢 如果是好好做事 好好做生意 赚了钱 先让自己 富起来 然后他可以 照顾 很多很多 穷的人 这个穷的人 背后又有 很多个家庭 所以非常可惜 有时候我们 批八字 遇到这种的 我们也 不能再讲什么 好了 所以今天 我这个八字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